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夺于欲骑士 妇人双手异常白皙 男子打开雨伞自救 跑过危险 何宝静小时候跟母亲跑翻至一个山村 母亲重病不起 撒手而去 夏好村里有个脾气古怪的石匠 此石匠姓白 没有个正式名字 人们都呼之为白石匠 他没有妻子 孤苦伶仃一个人 现何宝静可怜 便收留下来 帮自己打下手 何宝静因此有了落脚地 在白石匠的悉心教导下 将他的石匠手艺尽数学会 有了以后吃饭的门路 二十岁时 白石匠去世 他师父一般将白石匠发送 自己则出山而去 在城中落脚 靠着学来的石匠手艺 省吃俭用 终于在二十五岁时 娶其马师 算是有了属于自己的一个家 他小时候收获白石匠和山中村民大恩 长大后也怀有一颗怜悯之心 遇到可怜人便会帮助 加上石匠手艺精湛 人们有了活都爱找他 家中生活也慢慢变得好了起来 不管家中生活如何变化 他们又忘记母亲和白石匠 由于母亲和白石匠 皆长眠在深山之中 他每年至少都会去一次 风雨无阻 这年二月 虽然已经是春天 可天气一场寒冷 马师觉得天气如此寒冷 心疼丈夫的他就想让何宝静别急着接火 等天晚上再开始做工 何宝静哪离舍得闲 不过他没跟妻子红过脸 只是憨厚点头 便在此时 有人敲门 来者是个四十来岁的人 对方自称是城东里原外家管家 家里急于雕刻两只石狮子 想请他去 马师刚要拒绝 何宝静抢 先答应下来 马师无可奈何 总不能当着别人面反驳丈夫 何宝静跟着李管家门出而去 直奔城东里原外家 里原外家中富裕 据说当年 做生意发家 积攒下了大量财富 搬来此处后 买房置地 家中高门大户 让何宝静不解的是 门前有两只巨大的石狮子 为何还要请自己雕刻 难不成李原外又建了一片宅子 李管家将他引至后院 他这才明白了对方的意图 李原外想在后院门前再放一对石狮子 他觉得奇怪 因为人们都是僵尸狮子 放在大门前 谁会在内院的小门前再放尸狮子 不过 他久做此营生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不要多管闲事 故 虽然心中有疑问 他却并没有表现出来 认真听李管家交代 注意事项 做石工是他的强项 明白李原外的需求后 他又要求了工钱 全部商量完毕 他出了李原外家回去 他并没有带工具来 只是先来看看是什么活 一切说好 明天便准备上工 由于同在城里 自然不用吃喝在李原外家 到时候每天起早点来上工 晚上回去就行 出了李原外家后 他并没有直接回家 而是在城中转了一圈 寻思着给妻子和女儿买点东西 跟李管家出来时 他看出妻子不乐意 但他明白 这是妻子想让自己休息一下 是心疼他 他又岂会因此生气 成婚多年 夫妻二人一直很恩爱 给买点东西 让妻子和闺女开心一下 这般想着 他在一个小货郎的担子前站定 看到对方所卖的东西中 有波浪鼓 想着给闺女买一个 就在此时 对面脚垫中的小二 骂骂咧咧 并且从里面赶出一个妇人 此妇人衣衫蓝绿 虽然小二仰手欲打 可她仍然紧紧抓着两个吹饼不松手 所谓脚垫 就是专攻普通人吃喝的小饭馆 里面的食物比较便宜 不求味道 主要求实惠 与之对应的则是正殿 正殿是专攻有钱人吃喝的地方 针对的消费者不同 不管是正殿还是脚垫 正的都是喝汽钱 这些殿中的伙计小二们 断然不会平白无故去骂人 更不会将顾客驱逐出来 看妇人衣着 应该是偷了殿中东西 或者说是想吃白食 如果不是恶极了 一个妇人 又岂会如此抛弃脸面 何宝静心里一阵阵难受 因为她想起了小时候 母亲带着自己讨饭的画面 那时候母亲为了让自己吃饱 也被人骂过 甚至是打过 想到这里 她喊住了小二说道 不要为难她了 如果不是恶极 她又岂会如此 这两个吹饼前 我帮她出了便是 听了何宝静的话 小二堆起笑脸 点头答应 她将钱交给小二后 妇人这才捧着吹饼 狼吞虎咽吃了起来 边吃边小声说道 你千万不要帮我 因为你恐引来大祸 奇怪的是 妇人说完病没有离开 一直跟着她 她买完波浪鼓后 发现妇人一直在自己身边 就问道 是不是莫吃饱 我可以再给你买点 不料妇人摇头 嘴里翻来覆去就一个字 冷 如果是想吃点东西 倒可以马上买 这妇人冷 让她有些为难 她是个男人 不能直接去给妇人买衣服 思来想去 她决定将妇人带回家 让妻子找基建后衣裳 送给妇人 想到此处 她笑着说道 你要放心的话 可以跟我回家 找基建衣裳 便不冷了 妇人点头 跟着她回家而去 马氏见丈夫回来 还带着个妇人 不由得十分吃惊 带到何宝静说明白 马氏感觉这妇人太可怜了 转身去找来衣裳 可是拿来后 两口子又犯了仇 外面春寒料鞘 她一个妇人 又该去哪里 能去哪里 马氏想了半天后说道 罢了 我先去给她弄点热食 何宝静点头同意 马氏转身欲去做饭 不料妇人伸手拉住了她 何宝静和马氏 皆赶忙然时 妇人面色严肃 对着他们夫妻二人 扑通跪倒 何宝静不方便 马氏赶紧伸手去扶 妇人却并不起来 崔氏流浪多时 得到过不少人帮助 唯有你们两口子 最为贴心 崔氏在这里谢过了 此等大恩 日后必定相报 何宝静和马氏大吃一惊 特别是何宝静 他在街中陷到崔氏时 他抱着吹饼刃有小二骂而不还口 自己给他出了钱后 他神情呆滞 只知道猛吃 他还以为 崔氏神智有点不清 可现在看来 他不但神智清醒 而且谈吐不像是受苦人 只是 他为何又会沦落至此 崔氏当然知道他们夫妻二人的疑惑 向马氏借来水 洗过脸后 两人看出 妇人相貌娇好 洗完脸 他说出了 自己为何会沦落到讨饭的地步 原来 崔氏的家具 离此处有三百里 他是一个姓崔元外的洋语 家中条件非常好 八年之前 父亲崔元外突然离世 崔氏认为父亲之死不正常 因为父亲死后 他的管家张贵便不见了踪影 一起失踪的 还有父亲刚去一年多的二方陈氏 后来证实 崔氏父亲果然是被人所害 崔氏认定是张贵和陈氏一起谋害了父亲 他想找到张贵和陈氏 一解心中疑惑 然而 天下这么大 他怎么能轻易找到 寻找两年未果 家中人极为不耐 认为他在钻牛角尖 他却不畏所动 开始向远处寻找 然而他一个妇人 如果穿着玩好 怕是会在路上引起别人惦记 所以 他才会穿上破蓝衣裳 把脸弄脏 开始了慢慢的寻找路 他已经找了八年 八年时间 没有消磨掉他的耐心 反而让他更加坚定 现在到此 他准备在城中寻找一段时间便离开 可是身上没钱 他又饿得难受 想要偷两个吹饼 却被小二看到 幸好有何宝静相助 他之所以说恐引来大祸 是怕万亿针找到 张贵等人会报复何宝静 何宝静和马氏听得目瞪口呆 两人感叹崔氏的决心 想想看 一个平时衣食无忧的女人 为了解开父亲之死的真相 八年时间一直在流浪 这是何等样的决心 最重要的是 他还只是催缘外的养女 一个养女 为了感激催缘外的养育之恩 苦苦寻找八年 这如何不让人佩服 既然如此 夫人可以此住下白天寻找 晚上便来我家中休息 何宝静佩服崔氏的侄着 便许下了让他住在自己家中的诺言 崔氏感恩莫名 点头答应 次日天亮 何宝静去干活 崔氏也换上破旧衣服出门 到了李源外家 他带着工具 开始埋头干活 突然听到脚步声 有两个人慢慢走了过来 边走边谈 只声音 其中一个就是找他来干活的李管家 大哥 这东西就是两块石头 又会有什么用 李管家跟身边人说道 他身边的人沉默不语 李管家还欲再说 这磨心年了 大哥 闭嘴 他身边之人突然发声 李管家声音马上停止 低头前住活的何宝静 仍然没有抬头 这跟李管家说话之人 定然是李源外 此人敢这样跟李管家说话 除了主人 还能有谁 一双脚出现在他的眼前 他抬头一看 发现对方是四十来岁的中年人 大方脸 相貌堂堂 鼻子肩上有鸡鲤麻子 此人刚才和李管家说话实际有威严 见何宝静抬头看 他却满脸是笑说道 哎呀 何石匠 久闻大名啊 这城中有谁不知道何石匠的手艺 李家这次请来 还望何石匠上心啊 何宝静赶紧停下手中的火 恭敬说道 源外是给宝静饭吃 不用如此客气 宝静定然会上心 李源外听得直点头 转头对李管家摆手 示意他出去 李管家走后 李源外蹲在了何宝静身边 欲言又止 李源外有什么要求 尽管提何宝静对自己的手艺有信心 不怕对方是先提要求 就怕做好后对方又生出别的主意 李源外摇头 不 何石匠误会了 对你的手艺 我们都是放心的 只是 只是 说到这里 李源外转头向四周看 确定默认后 他小声说道 何石匠干此营生多年 除了这是狮子 还有什么能壮胆 何宝静听得瞠目结舌 差点失笑出声 要知道 原本并不是狮狮子放在门前 而是传说中的皮羞 皮羞这种东西 只吃不拉 人们将之蹲在门前 寓意是为了让家种尽财 并且尽了财 就不会再出去 所以 才会有人用石头雕刻成皮羞 放在大门前 后来才慢慢转变 成了石狮子 李源外为石魔理解成了壮胆 见他不语 李源外有些尴尬 竟来常做噩梦 故会想着 再次雕刻石狮子 但我寻思 定有比石狮子 更加厉害之物 何宝静摇头表示 自己不知道 李源外询问魏果 又嫌聊鸡剧便离开 到了傍晚时 他收工回家 发现崔氏也已经回来 看崔氏的表情 定然是一无所获 想想也正常 他苦寻八年魏果 到此城中才有几天 天地之大 人海茫茫 又岂会轻易找到 这次到最后 怕是仍然会失望而归 不过 他没有去打击崔氏 他之所谓 皆因有重坚定的信念 自己一个外人 怎么能理解他的苦衷 既然不理解 又何必去劝人家 如此 何宝静每天都去李源上家上宫 而崔氏同样是早出晚归 不绝时间就过了半月 崔氏越来越失望 何宝静越来越心急 崔氏失望 是因为他觉得 此城中找寻无望 何宝静心急 却并不是因为 崔氏在他家中白吃白喝 他当初既然答应收留崔氏 便早有了此等的心理准备 他心急 是马上就他去山中的日子 这是他每年必须要办的事 陪母亲和白石匠 说说话 母亲自不用说 那是生他养他的人 白石匠则是收留他 叫他守艺之人 由于此处距离山中有一段距离 他每次都是提前半月出发 算时间 这个时候就该去了 可是 李源外家的活仍然没有完工 他算了算时间 大概还需要四天 他怕耽误了自己时间 心里越来越急躁 马氏明白丈夫的苦衷 吃着饭出主意 让何宝静跟李源外说一下 等去过山中后回来 再接着把活做完 何宝静一听便苦笑 他知道李源外不会答应 因为当时接活时 李管家便说得明白 人家想赶着摆在妹院门前 自己要退后 他们能答应吗 一直闷不作声的崔氏 此时突然说道 我来这里多日 一直白吃白喝 不如明天我去帮你 何宝静听得哑然失笑 摇头拒绝 夫人切莫想此主意 宝静也断然不会答应 你也干不了那样的活 崔氏只得作罢 晚上睡觉时 何宝静跟妻子商量了一下 他想 这两天住在李源外家 目的是日夜赶工 将四天的活两天干完 马氏想了想 感觉也只能如此 越是慌乱 就越是出错 到了第二天 干活时发现自己重要工具 竟然忘在了家中 他也顾不上自己回去拿 跟李管家说了一下 李管家亲自去拿 这样不会耽误他干活 当天夜里 何宝静果然没有回家 干了半夜 实在发困难耐 便准备上个厕所便睡觉 刚进入厕所 突然听到有脚步声传来 此时已经是半夜 谁会来后院 他正在不解 外面的脚步声停下 开始小声嘀咕 你肯定在胡说八道 怎么会在这里见到他 况且你说过后 我入夜便派人去了 除了他妻子 家中并没有别人啊 大哥 这是真的 我真看到了他 你小点声 别让他听到了 两人嘀咕了半天后离去 何宝静听得一头雾水 说话的人他听出来了 是李源外和李管家 他们嘴里所说的他究竟是谁 不过转念一想 自己是为了赚钱才来的李源外家 管人家别的事干什么 等外面的脚步声远去 他才从侧所出来 进入屋中睡觉 他连着两天都在李源外家 终于把活干完 李源外道也不小气 如数给了工钱 他拿着钱高高心心回家 不过 到家后 他惊恶发现不对劲 就在这两天中 家里发生了两件非常重要的事 首先 崔氏突然不现了 何宝静准备用最后两天 把活赶出来 他去了李源外家后 崔氏也出门而去 但他从出门后便没有再回来 不辞而扁 同时 当天夜里前半夜 家里突然进了贼 这些贼也不知道想偷什么 每间房子都看了一遍后 扬长而去 马师发现了这些人 可是他没敢喊叫 怕这些人会下狠手 何宝静越听越难受 倒不是因为家中进贼 他家中病 没有多少值钱之物 相信就算有贼人进来 也不会偷走时马 他之所以难受 是因为崔氏的不辞而别 听崔氏所说 何宝静认为 她是个有情有义的琴女子 为了抱养父之恩 八年寻凶 这难道不是有情有义吗 自己收留了她 她找不到 当然会离开 可至少要告别一下 这般不辞而别 她心中难受是肯定的 一直到了次日天亮 她方才从难受中解脱出来 罢了 自己跟人家原本素不相识 只是觉得她可连财受留 如今她寻找未过 可能是换了地方寻找 自己又何必要难受呢 想到这里 她收拾起心情 要马上向山中赶 马氏欲带着孩子 跟她一起去 往年到也都是一起去 就当是踏青游玩了 可是今年特别冷 而且还一直刮风 何宝静怕冻着闺女 便决定自己一个人去 如此 何宝静一个人出发而去 民间有句话说得好 鸡不鸡 带干粮 冷不冷 带衣裳 虽然她出的并不是多远的门 可山路难行 且来回需要十来天 往年都有马氏在身边 自然能互相照顾 这次只有她一个人 马氏给准备了个包袱 里面有几件衣裳 还有些干粮 雨伞什么的都给带上 以防下雨 就这样 她带着东西出发而去 埋头赶路七天 进入山中 山路难行 所幸的是她每年都来 并不陌生 到了地方 她将该有的流程走完 便出发回转 眼看就要出山时 山间狂风大坐 并且伴随着冰冷的雨点 这些雨点被冷风一抽 打在人的脸上生疼 她带有雨伞 可是在山风的肆虐下 雨伞起到的作用有限 她焦急万分 恰好看到 一边有户人家中 出来个妇人 就赶紧过去 声称自己想要陛下风雨 妇人欣然应远 带着她进入屋内 屋子是一山而洼的窑洞 加上阴天 里面光线不足 进去后 妇人说雨来得及 灶火没烧 她这便掏出炉灰 将灶火点燃 好驱赶寒冷 何宝静大为感动 同时觉得有些尴尬 就想过去磕起机具 不料刚到妇人身边 看着她掏灶灰的手 她脸色已变得严肃 慢慢向后退 一只手悄悄握紧了雨伞 就在此时 妇人突然站起 她右手紧握 对着何宝静挥手 便将一把东西洒出 妇人手中抓着的东西是灶灰 电光火时间 何宝静突然撑开了雨伞挡 在自己面前 那些灶灰进树洒在雨伞上 被挡了下来 妇人高声大喊 你们还不出来 等什么呢 何宝静心中大惊 这家里还有别人 这妇人像是故意在等自己 难道遇到了人们常说的做的贼 所谓的做得贼 说的是那些贼人 盘踞在深山中 只等有人路过 便行劫掠之事 她转身便向外逃 刚窜出屋门 妇人从后面紧追而来 嘴里还喊着 你们都死哪里去了 还不快点出来绑了她 她的喊话 默认回答 何宝静埋头 还欲再逃 却听另一个女生喊道 宝静不要逃 莫是 她大感震惊 因为她听出 这声音非常熟悉 正是在她家中 住了半月有余的崔氏 她怎么会在这里 崔氏不仅在这里 而且还不是她一个人 随着她的喊叫 一群人出来 从另外的屋中 推出几个人 这几个人 皆被牢牢捆绑 何宝静大张着嘴 再合不住 这些被捆绑的人中 有两个她认识 分别是李源外和李管家 这是发生了什么事 这些人 为师魔都在山里 对着自己 洒出灶灰的妇人 又是谁 李源外和李管家 异于何为 崔氏 不是不辞而别了吗 为何也在这里出现 妇人见李管家和李源外被捆绑 自己尖叫一声 便于逃走 却被崔氏身边的壮汉们擒获 一并捆绑 这时候 崔氏对着何宝静失礼 眼睛中有泪流出 从她的嘴中 何宝静得知了真相 李源外其实就是张贵 对着何宝静洒出灶灰的妇人 就是当年在崔元外死后 和张贵一起失踪的陈氏 陈氏和张贵 原来就是一对大盗 他们带着一帮同伙四处流窜 行劫掠之事 文廷家中富裕的崔元外 要拿二方 他们便射了一计 让有几分姿色的陈氏 迷惑了崔元外 成功入主崔家 张贵自称是陈氏的师兄 崔元外爱无极无 便让他进入崔家当了管家 一年之后 他们摸清了崔元外放钱财的地方 便火铜他们的铜火害了崔元外 一帮人带着钱财逃至夭夭 一直奔行了三百多里 在此处落脚 八年之中 崔氏苦苦寻找 在这里恰好碰到何宝镜 并且被他带回家中 崔氏在城中找寻半月未过 加上何宝镜几天后便要去山中 他原本是想着再找一天便离开这里 当天 何宝镜让李管家来家中拿东西 李管家拿了东西后 出门碰到了正赶回来的崔氏 崔氏认出了他 他也认出了崔氏 殷家后便告诉了已经改姓李的张贵 张贵不敢相信 派人夜入何宝镜家 但却没有找到崔氏 崔氏当时病没有在何宝镜家 他认出了李管家 马上选择离开宝关 并且想出了一条引蛇出动之际 何宝镜要去山中 他让人写了一封信送到张贵家 说何宝镜已精进术得知了 他们当年所谓张贵案叫糟糕 并且决定杀掉何宝镜 他们一路急赶到达山中 却因为跟何宝镜差了一天 加上何宝镜对山中熟悉 他们竟然跟丢了 无奈之下 他们就在此院中埋伏下来 因为何宝镜迟早要出山 何宝镜路过这里时下雨 陈氏看到想先出去 想拦住何宝镜 不料何宝镜要避雨 这正中陈氏下怀 便将何宝镜带到了屋中 进入屋中后 他觉得躲在别屋里的张贵他们 该出来了 但并没见出来 于是就假装要点火 想用灶灰把何宝镜的眼睛给眯住 使他逃无可逃 何宝镜看到陈氏 涛灶灰的手 白皙娇嫩 根本不是一个山中妇人该有的手 加上陈氏暗藏灶灰在手中 使他起了警惕 悄悄握散在手 并且在危急时刻撑开 挡住了灶灰 张贵他们为何没有马上出来 因为崔氏带着人也一直跟着何宝镜 他送信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张贵他们暴露出来 张贵这些人 抑郁在此害何宝镜 崔氏带人将他们暗中制服 这也是陈氏呼之不应的原因 何宝镜听得目瞪口呆 崔氏苦寻多年 竟然真找到了 天下竟有如此巧合之事 不过仔细想想的话 这又怎么是巧合 不过是张贵等人作恶后的旧游自取 张贵他们被带走 崔氏兑现了诺言 重金感谢何宝镜夫妇 并且在以后的日子里 两家经常来往 在当地一时传为美滩 诸位 何宝镜小时候生活坎坷 受母亲影响和白石匠大恩 使他养成了乐于助人的性格 这种性格叫善良 他看到崔氏被电影小二刁难 便出手相助 并且还请崔氏进家住下 吃喝半月 自己无怨无悔 这才有了后面的重金回报 崔氏一介女流 血心智如铁 他认定了张贵等人 所以不惜用八年时间去苦寻 最终得尝所愿 使养父大仇得报 使恶人全面暴露 说这是执着也好 说是倔强也罢 崔氏是不折不扣的经过交恶 并且知恩报恩 让人佩服 至于张贵等人 从开始就没安好心 虽然得手一时快活 但最终仍然将自己折了进去 因为做过恶后 需要更多恶去掩盖 当掩盖不住时 便是全面暴露时 因为行过此恶 张贵一直做恶梦 这才找何宝镜去雕刻石狮子 但做了恶后 岂会因为石狮子就能消除恐惧 张贵不过是想自己安慰自己罢了 人们说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但张贵等人只会让人觉得可恨 断无半点可怜之处 您觉得呢 邀请大家继续看下一个故事 民间故事 丑女和老鼠相依为命 出嫁时 老鼠中途拦叫 快脱下衣服 丑姑生来就命运多串 因她左半边脸上全是太极 已出生就奇丑无比 故父亲便给她取名为丑姑 母亲因生她难产而死 加之丑姑是个女孩 对于一心想要个男孩来传承香火的父亲来说 丑姑自从已出生就不受待见 说句不好听的话 要不是怕村里的人说闲话 父亲早就将她扔在深山老林了 勉强将她养到七岁 父亲便又娶了一方老婆 女子姓张 还带着一个与丑姑同岁的男孩张武德 自从将张氏取进家门后 父亲便将一颗热心全部用在了张氏母子身上 丑姑在父亲心目中所占据的位置本来就不多 张氏母子来了之后 父亲的眼里已经完全没有了她这个人 为了给新来的弟弟疼地方 丑姑便被赶到了西屋的一间柴房里 从此这个家里几乎就没有她的一席之地了 在丑姑十三岁那年 父亲因意外身亡 虽然父亲生前对她冷漠如路人 但毕竟是她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亲人 她死后 丑姑哭得是撕心裂肺 当真是闻者动容听者落泪 与丑姑的难过相比 与父亲生活了六年的张氏 仅仅掉了几滴眼泪 就扔下一具冰冷的尸体 挥了娘家 仅仅在棺材下葬的时候露了一面 而被父亲时做亲儿子的张伍德 却连看都莫看一眼 继续在外风耍 不管不顾 见丑姑实在是可怜 左邻右舍于心不忍 随帮着她料理了父亲的后事 父亲死后 丑姑迎来了出生以来最黑暗的时刻 父亲活着的时候 尽管她对丑姑不管不问 但毕竟有她在跟前 张氏母子并不敢太出格 但自从父亲一死 丑姑真正的苦日子就来了 丑姑不仅要用她瘦弱的身子 来养活张氏母子 而且还要承担家里的所有家务 短短半年时间 丑姑原本瘦弱的身子 就更加轻瘦了 要是用这些 能换来张氏母子的一点感恩 也就罢了 但丑姑还是低估了张氏母子的霸道 丑姑不但吃不饱 穿不暖 而且痛不动就会招来责骂与毒打 在四面透风的柴房里 丑姑只能打碎牙齿 往肚子里咽 不过丑姑也并不甘寂寞的 从她住到柴房的那一天起 她就碰到了一只小老鼠 丑姑见到小老鼠之时 她刚出生末多久 在小老鼠身边 还躺着一只已经死去多时的大老鼠 在看到小老鼠的那一刻 丑姑想到了自己 瞬间 眼泪就夺眶而出 从此 丑姑就将小老鼠 看成了 她在这个世界上最亲的人 老鼠冷了 她就抱在怀中 给她取暖 老鼠饿了 她就将自己舍不得吃的剩菜剩饭喂她 而当自己遇到委屈 或者有什么高兴的事情时 丑姑就会和老鼠倾诉 老鼠似乎能听懂丑姑的话 丑姑哭的时候 老鼠就跟着掉泪 丑姑笑她则会蹦蹦跳跳 就这样 这一人一鼠相依未命 一直过了十年 令丑姑大胃疑惑的是 平常的老鼠只能活两三年 而这只老鼠却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一只活了十年 却不见衰老 反而越活越精神 眼见自己已经到了出嫁的年龄 找个人家嫁出去 过自己的日子 再怎么着 也比待在这个暗无天日的地狱里强吧 想到自己即将逃离牢笼 丑姑的脸上也逐渐舒展了开来 然而丑姑不知道的是 此时的张氏母子早就为她的将来谋划好了 这一日黄昏 丑姑正要准备晚饭 这是平日里对丑姑横眉冷对的张氏 难得地露出了笑脸 丑姑 不用忙活了 今天晚上咱们吃顿好的 见张氏这般温柔 丑姑不由得吓了一跳 娘子磨了 没时磨 待会等你弟弟回来 我有句话要和你说 在紧张与不安中 等待了半个多时辰之后 丑姑终于坐到了饭桌上 这是她自出生以来 第一次上桌吃饭 看着香喷喷的饭菜 丑姑不由得咽了咽口水 见丑姑一直盯着饭菜 看却不敢动手 张氏连忙笑着说道 丑姑 自家人还客气什么 来 赶紧吃 说吧 张氏还破天荒地 给丑姑嫁了菜 一瞬间 丑姑的眼泪 就巴搭巴搭地掉了下来 一盏茶的时间过后 张氏开口了 丑姑 娘今天找你来 是和你说件事 是这样 你也老大不小了 也该嫁人了 前不久 娘多人给你说了一桩亲事 南方家想必你也听说过 就是镇子上的陈老爷 听到陈老爷这个名字 丑姑瞬间就愣住了 陈老爷 现年五十有三 账住家中有几分钱财成天七男霸女 胡作非味 或许是坏事做的太多了 别看他家中已有一妻三妾 却都未能给他生下一男伴女 娘 那陈老爷 已经能当我的爷爷了 我怎么能嫁给他呢 丑姑连忙回道 听丑姑这样说 张氏马上就变了一副面孔 哼 丑姑 我今天找你来 不是和你商量的 而是告知你而已 你听好了 这门亲事由 不得你说了算 见张氏变了脸 丑姑当即救下的贵道在地 声泪俱下地哀求道 娘 求求看在我爹的份上 就放过我吧 要是你能给我找个本分人家 我就是给你当牛 做马也愿意 这是 一旁的张武德说话了 就你那妇人见人怕的丑奴 样还想找个好人家 告诉你吧 要不是看在你还是黄花闺女的份上 人家陈老爷 才不肯娶你进门呢 就这还是我花了好多银子 求的陈老爷 你倒好 还不知好歹 告诉你 这门亲事你不同意 也得同意 今天晚上 你给我好好待着 陈老爷明天就来迎亲 丑姑 我可把丑话说在明处 你要是给我耍什么花花肠子 可别怪我心狠手辣 事情难道真的是这样吗 其实 这一切的罪魁祸首都是张武德 在父母的溺爱下 张武德成天不务正夜游手好闲 前不久 他又因好赌输了钱 为了偿还债务 他便将丑姑卖给了陈老爷 见丑姑还要反抗 张武德顿 食恼羞成怒 对着他就是一顿拳打脚踢 没几下 就将丑姑打得晕倒在地 随后 张武德又将他拖进了柴房里 为了怕丑姑逃走 张武德还特意在门上加了一把锁 等丑姑醒来时 已经是三更天了 原本还想着自己能苦尽甘来 找个平常人家嫁过去 平平淡淡过日子 谁想到却又要从一个火坑 跳进另一个火坑 一想到这 丑姑就既害怕又难受 与其将来活受罪 还不如现在就一死了之 丑姑越想越难受 于是乎 他便找个根绳子扔到了房梁上 计划一死了之 就在这时 那只老鼠出现了 他猛然间从地上一跃而起 爬到了绳子之上 咔咔擦擦 对着绳子就是一顿猛咬 瞬间 绳子便从中断了开来 掉到地上之后 丑姑哭着说道 老鼠 你救我干什么 与其嫁给那个快要入土的老头子 我还不如死了算了呢 说吧 丑姑便哭了起来 丑姑 你不要哭 就在这时 一阵低微的说话声 传进了丑姑的耳朵里 听到声音之后 他下意识地朝着四周看了一下 四周并没有人 又是谁在说话 丑姑很是疑惑 别找了 是我在说话 丑姑寻声看去 却见老鼠的嘴巴一张一合 那样子就是在说话 你 你怎么会说话 丑姑惊呆了 老鼠叹了口气说道 哎 我本想过些日子再告诉你 可看情况是 等不到那一天了 是这样 我本是天上神仙家里的一只老鼠 那日里 因神仙不在家 我便偷吃了他的仙丹 被他发掘之后 我就被贬下凡 煎成了一只老鼠 你被关进柴房的那一天 我刚出生十天 要不是遇到你的话 我时有八九会移命归西 还真多亏你救了我 听了老鼠的话 丑姑这才恍然大悟 可尚未高兴片刻又想起了自己的烦心之事 老鼠 亏得我还救了你一命 你就是这样帮我的吗 你这不是将我往火坑里推吗 丑姑略显生气地说道 丑姑 你先别急听我慢慢道来 等你明天坐进轿子里走到半路之后 会无缘无故刮起一阵怪风 到时候我就会变做一个年轻男子的模样 出现在你面前 咱们换过衣服之后 你就趁机会逃走 剩下的事情就交给我好了 待老鼠说完之后 丑姑不无担心地 这能行吗 你怎么办 你就放心吧 保证万无一失 至于我吗 待明天将你救下之后 我会因法力耗尽而身亡 不过 我不后悔 虽然只有短短的一天 时间便成人 但我却做了一件最有意义的事情 值了 听老鼠这样说 丑姑不由得掉下了眼泪 听闻老鼠会因为就自己而丧命 丑姑心里并不同意这样做 但他始终无法说服老鼠 只好听天由命 很快 天就亮了 穿好新衣之后 丑姑便焦急地等了起来 正午时分 陈老爷带诸人娶亲来了 怀着忐忑不安的心 丑姑坐进了轿子里 走了大约两三里之后 突然间刮来一阵怪风 一瞬惊天就黑了下来 就在这时 一个大约二十出头的俊朗少年出现在了丑姑坐住的轿子跟前 不等丑姑开口 少年便开口说道 快 脱衣服 将洗服穿在身上之后 少年又对丑姑说道 赶紧走吧 走得越远越好 见丑姑还在那里发愣 少年便是尽推了他一把 丑姑只觉一股力道袭来 瞬间他就被推出了好几丈远 就在丑姑离开轿子的一刹那 怪风突然停了 陈老爷连忙吩咐众人赶紧动身 就在此时坐在轿子里的新娘突然间掀开轿连从轿子里跑了出来 陈老爷一看 连忙大声喝道 你往哪里跑 快给我追 令陈老爷大为意外的是 别看新娘子个头不大 跑起来却相当快 转眼间就没了踪影 陈老爷哪肯让到手的鸭子飞了 便带着手下追了起来 追了不到半个时辰之后 见新娘又回到了自己家中 陈老爷当急就恼羞成怒 气愤的就跟了过来 按下新娘不说 却说张氏将丑姑打发走了之后 他便坐在家中悠闲地磕起了瓜子 不多时 一个光头和尚悄悄地进了他家 这和尚名叫志通 就在不远处的庙里出家 张氏本就是个水性洋化之人 在一次静妙上香当中 无意中遇到了志通 两人当即就看上了眼 从此就不可收拾 这不 江丑姑刚打发走 志通便大住胆子来到了家中 就在志通进门的一刹那 那陈老爷也找上了门 眼见陈老爷就要闯进来 那张氏当即就吓傻了 好在志通还算聪明 连忙裹了床被子就躲进了床底 他刚才藏好 陈老爷就闯进了门 好你个张婆子 说你把那个丑八怪藏到哪里去了 陈老爷恶狠狠地说道 丑八怪 哪个丑八怪 张氏疑惑地问道 还有那个丑八怪 就是那个丑姑 他 他半路上跑了 听了陈老爷的话 张氏也惊呆了 就在这时 陈老爷的一个手下忽然看见床底下像是有什么东西在动 随即大喊道 老爷 你快看 床下有人 听闻此言 陈老爷连忙低头看去 却见床下果真藏了一个人 瞬间 陈老爷就暴跳如雷 扬手就给了张氏一巴掌 好你个臭婆娘 你竟敢骗我 说吧 便吩咐众人 将志通从床底下拽了出来 张氏有心想说出真相 可又不敢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志通被射进了轿子 一番折腾之后 天已经黑了 那陈老爷家大业大 要是被他发掘江和尚取回了家 那还不要了我的命呀 张氏越想越害怕 随即连夜收拾东西 逃离了家 可谁知道 走到半路就失足坠落山崖而死 再说陈老爷 满心欢喜的将心娘子娶回家后 却发现娶回家的竟然是个和尚 恼羞成怒之下 陈老爷便吩咐众人将和尚乱棍打死了 这还不算 陈元外随后又抬着和尚的尸体来到了张氏家中 找了半天 陈老爷也没有找到张氏 不甘心受此奇耻大辱的陈老爷便放火将张氏家中锦 有的几间茅屋给烧了 或许是报应来了 就在张氏走后不久 他的宝贝儿子张伍德就醉醺醺的回到了家中 大概是喝得太多了 张伍德竟然倒在柴房之中的乱草堆中睡住了 就这样 张伍德被活活烧死 这娘俩一个摔死一个烧死 这大概就是最有应得吧 当然 那座恶多端的陈老爷也没有好到哪里去 末几天 他的那位亲戚官员就犯了事 后台一倒陈家瞬间就没了依靠 没过几天就落了个家破人亡的下场 再说丑姑那日里逃离之后 他便按照老鼠给他指点的一个地方等了起来 大约黄昏时分 那只老鼠来了 单令丑姑意外的是 仅仅隔了一天时间 老鼠就小了很多 庞腐刚出生一半 在丑姑的掌心之中 老鼠慢慢地闭上了眼睛 这天夜里 丑姑做了一个梦 梦中 老鼠告诉丑姑说 上天感念老鼠的恩德 特地让他死而复生 幻化成人 明日午时 会有一个年轻小伙前来找他 那小伙就是老鼠幻化而成 第二天 丑姑果真遇到了一个男子 随后 两人离开此地 寻了一处世外桃源 过起了神仙般的日子 故事到此结束 谢谢您看我的故事 您在下方留言 记得要订阅加分享 谢谢你已经看 下期您视频见 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